曾子74代 曾子七十四代 真的,我只能这样说 各位领导,各位前辈 我们同辈 还有各位来自全国的 大家好 我是曾子七十四代 我参加过第二届的体科学会议 那时我是研究生 我是胡锡兰教授的研究生 因为我的大学论文写的是 大周天的生理测试 我大学学的是生物 我18岁就开始练 城市太极和到家的安工 我觉得我这辈子 好像对一个特殊的死灭而来 已经30多年过去了 我今天很高兴 我终于又找到了子智 掌声鼓励一下 我想问一下 参加过保定会的情绪 肯定年纪比较大了 有没有去参加过保定 第二届科学人体科学会 但我想跟你们合格 张振淮让我上台 我是上台发言的十位 当时年纪最轻的 冯里达教授在我前面 好 那么我想只有十分钟嘛 我想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说 我三个都有啊 一个是修炼 第二个是 我是科学这条线 读上来的 叫体制内 从生物医学到 神经生理到 那个心理学 导师都是国际著名的专家 我导师的儿子还在交代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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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我都去过 那个 什么 以后又经历过 各种各样的角色 所以我现在觉得 我们现在 要研究这个 人体科学 又说天人合一的 两种语境 我们怎么样去 在两种语境里面 去寻找一种 共同体 我现在谈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要谈一个 语境的共同体 我就讲 两件事 那个PPT 它也放不出来 我不要放了 就听我讲吧 好吧 第一个事情呢 就是说 我们最近呢 去参加了一个叫 新中医的一个东西 他就是提到了一个叫 经魔学 袁林教授提到一个经魔学 那么他发现 那个经魔学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经常 因为我是一个道家 刚才那位 我们那个 我是正义派 成年生的一孙 我五岁就认识成年生了 那么张金涛啊 这些六十个人 全部是我一业的弟子 他不接待我 我就把我一业弟子 一说 他们肯定接待我的 那么我又跟全能派关系很好 因为念这个城市 我在城市里面呢 就起了一个问题 因为最近我跟那个会长 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你知道 他已经诸天才学太极吗 他说 为什么城市太极的人 寿命比较短 而武当公布的人 寿命比较长 练的都是太极嘛 你知道吗 我说我不知道 好 我就带这个问题 去看 这个练的方法 不一样 那么这是我们这个 传统文化的语境 或只是传统文化语言的 道家的这个语境里面的 为什么一个寿命场 一个练的寿命很短 陈昭辉老师六十岁就走掉了 我老师七十岁 我道家就走掉了 功夫都是很可能 那么武当公布的人 他活了一百多岁的都运活 这是一个 那么我就从这个经国学里面 我发现有一个 它是用一个肠针插进去的 在经国里面倒两下 然后可以治疗糖尿病 而且不光是治疗糖尿病 而可以治疗很多 包括癌症啊 什么这些 其实我是用手啊 我是现在功夫还是可以啊 两天处理了大概七八个人 都是手不能动啊 疼得要命的 刚才处理的一个 就是说这个元气 这个外气 这个正确的道家的修炼 它到底是从什么原理 我们能不能现代科学 我们现代科学从分子生物学 进到了量子的生物学 我们现在讲的量子 呼理学量子化学 这些量子 这里面有没有共同的引进 那么我只能说 我掌握的这些情况 跟大家讲一下 就发现了什么呢 我在抓这些筋膜 或者用这个针啊 长针在刺激这些筋膜的时候 我们相应的这些组织 它会产生原始的干细胞 听得懂啊 就抓两下 你干细胞就来了 你就治愈能力 我就叫治愈能力嘛 我们实际上是什么 就天然和解说 如果让我们的生命跟天地 这个叫同节奏啊 同灰啊 就有种去讲 持空上面 就浪贪去 和他本来的这种次序 他本来的次序恢复了 他的治愈就产生了 他的治愈能力产生了 就是练气功 你正确的练气功 也是这么一个 我就讲共同语境 其他话都不讲了 那么 第二个呢 就是 我们 郭生白先生呢 他有个叫本能论 他是用他的这个药方 当时是不带口罩 处理了两千多个沙士病人 就是沙士在我们这个中医和道医里面 是件很简单的事情 不是什么很复杂 不像那个特朗普搞得他们那么紧张 像我们现在这个 我这些西医体制里面的这些人搞得紧张的药物 不是什么一回事 不是事 就是我们叫不是事 那么这个语境什么 你站在我们到家的中医的这个角度去理解了 那么这里面呢 郭生白先生他用这个西医的概念提出了本能了 就我们中医 他说中医张中井为什么能够六症变质呢 他说他能激活我们的什么 第一我们排力系统 什么叫排力系统啊 外路系的病毒细菌 当我们不能排了 我们这突破出汗的吗 发汗 呕吐 那这个通畅了 你什么病毒都进不去 这种排异能力 这就是新的概念 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 我们身体内部肿瘤排不出去的 郎肿瘤 湿了 湿很多的 这些人都是湿很重 湿足 给我点两下 或者做点猪油树 马上就轻松了 就没事了 这个忧郁症也好了 我治疗忧郁症这些都是我过去的 我治疗忧郁症 所以这里面是什么 一个是排异能力 一个是什么 代谢能力 为什么糖尿病就是代谢 代谢综合症 我们吃了太多的西药 从我们细胞里面 成天要改变了DNA 排不出去了 就成为总流的 原发的因缘代谢 第三个是微醺管 就是我们的四骚 因为我当时在论文 写的就是纸钻融合症 我发现这个大周天的时候 这个气候是这个 会高频放电 呼吸是一条线 然后这个放电 可以放到手指端 有身体的怎么 包括肺的 这个呼吸曲线上面 也有震动的波 这就是什么 治愈能力里面 包括什么 排异 包括什么 代谢 现在话叫代谢 循环 还有什么 免疫能力 因为你循环好了 你的免疫能力自然就好 我想我这话题最细了 共同女性 我们要寻找一个共同体 今天在共同体上 我们研究生命科学 才是一个前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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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